剩半碼也沒有用 沒有剩半碼很少 台灣因為利率還很低 全世界都在345的時候 我們才2%而已 我們才2%根本就是很低 我一直在講說 房地產為什麼短期還會漲 很難去避免 第一個是利息太低 第二個操的儲蓄太高 第三個我們土地石油成本太低 但房地產短期看利率 利率還低的話 但是我們有沒有可能 再繼續升級 搞不好有可能 如果油價 電價 因為我們的電價還沒漲完 因為據說台地要明昧 貴心要再漲40% 50% 那當然 光學器材就是去的差不多 電子零件去的比較慢 一本台積電的成熟資源 都還有一些庫存 所以就是說 去庫存跟產業的一些結構 不一樣 但是也跟這個出口結構一樣 就是光學比較 去庫存比較快 出口就快 好 那電子零組件這些比較 其實是光學器材 其實外銷電單借單增加是6點多% 但是電子零組件是下跌4% 那還有機械跟這個金屬製品 都是下跌差不多15個百分點 所以代表這行業還沒有真正負數 那電子也是一半負數 一半還沒負數 這些我剛剛講的 這些比較AI相關的 從這個晶圓代工 從這個上耳IC設計 server到最後散熱模組 這些封裝測試是好的 那筆電也會帶動 相關零組件的發展 但是其他的這個成熟製程的 相關的一些封測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就是說看起來 最近那個地人真的有做一些估計 就是基督學人說 如果是以哈是-0.1% 如果波斯灣是1%的負 如果是大陸封鎖台灣是-4%的GDP 如果是這個COVID-19 跟這個全球金融海嘯 那時候2008年是-6個百分點 如果兩岸之間不幸 產生一些衝突的時候 是-4%的GDP 因為台灣的是這個 晶片的供應核心嘛 那晶片沒有的話很多 因為我發現國發會的數據 為什麼跟中間人是一樣的 國發會委託我們的 國發會不知道是誰 做一個警器對折訊號 是國發會的 國發會委託我們做PMI 所以我們都是 sponsor都是國發會 難怪我看那個PMI 對一樣的 這是他們的 是他們的 但是他委託我們做的 老師那從這個警器對折訊號來看的話 看起來是越來越好嗎 國發會就認為說 你看我們的領先值 都一直變好了 變綠燈了 然後為什麼你們的PMI 還在50以下 其實這個不太一樣 因為為什麼這種警器對折訊號 是年比較的 今年這個時候跟去年比較 我們的PMI是跟上個月比較 上個月已經上來了 所以醫生比較當然比較差 這個警器對折訊號是跟去年比 去年很差 當然今年就很好 像我們的出口那個光學產品 可以成長40 50% 就是因為積極太低了 而且我們PMI 觀察的是很多的指標 那個指標不見得是完全一樣 然後國發會觀察警器對折訊號 其實也有很多的指標不見得一樣 它最主要是年比較 我們是月比較 所以我們比較有 更領先的一些味道 老師因為我看在轉紅燈的部分 我們是海關出口值已經變得很好 然後再來就是工業服務業 加班公司 工業生產指數都是轉好的 那在這個批發零售 和餐飲業的這個營業部分 反而是越轉越不好 我們最近觀察零售也是不好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可能是過年的旺季太旺了 所以相對來說是比較差 所以我們最近零售跟餐飲 都表現很不好 就是因為蛋旺季差很大 可能蛋旺季差很大的關係 其實我們現在的PMI 其實我們看起來是這樣 短期改善 中期不明朗 長期轉 樂觀 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的很多短期的指標 像這個短期就是PMI 我們最近這次估計是47.9 大概就是 對… 我們47.9跟48 其實已經接近50% 所以看起來還不差了 就是說有改善 跟像過去的45是已經有改善 所以短期是改善的 但是中期是不明 中期不明朗 是因為像這個 雖然說出口接單好像還不錯 但是我們的新增的訂單 看起來沒有特別好 還是在50以下 就是新增訂單 還在46.9 可是老師雖然是47.9 可是比上個月還要爛 爛 對 但是差不多都0.02 那個其實為什麼你知道 我們這個PMI 其實是當下的反應 就是比較情緒化的指數 比如說我今天是採購經營人指數 問你說這個月比上個月好不好 他說這個月好爛喔 就是說爛他會覺得更爛 就是說他是一個比較情緒化的 但是也反映到當地 但是人多了就會比較綜合 這個情緒的指數 但是他就說不好他會加重他的 那好他會加重誰 你說很好啊我這個很好 所以過年的時候是很好嘛 那時候很好 過年以後就開始變明顯的淡季 就會表現不好這樣子 那我想說製造業的部分 像三月的工作天使其實比二月還要多 不是照理說會比較好嗎 這個是沒有 這個是因為 這是季節調整 這個有季節調整 但是我們產業是沒有調 這個是這個指數是有季條 這個只有這個季條 這個沒有季條 這個產業別 能怪我想說這邊怎麼跟這個數字 對對對不一樣 這個是有季節調整 這個比較有季條 所以看起來就是還好 我就說我們的中期比較不明朗 就是什麼訂單指數 但是長期的指數 像這個我們叫短期來說 它是其實也是改善的 47年有48年都在接近50 其實是不差的 中期就是有一些人力僱用 有一些生產數量客戶訂單 比較中期的一些同時的指標 或是落後指標 其實中前比較不明 但長期來說我們新增訂單數 未來六個月 還有進口的原物料其實是在增加 這是比較領先指標 所以就是說短期 改善中期不明朗 長期其實是轉趨樂觀 長期我們指的是六個月以上 其實是轉趨樂觀 對 所以老師那個國發會有一個 那個領先指標 是可以從那個來看嗎 它的有些像股價指數是樂觀 外銷動向這都是樂觀 這個景氣氣候這都是正面的 經過是因為半導體是兩極化 先進製程很好 AI很好 但是其他成熟製程是不好的 所以這就是跌 樓地板開工面積其實 房市還是還不錯 外銷也在改善嘛 那股價都是這都是理性指標 對 在中間樂園這個數據當中 在新增訂單數量的部分 其實是負的 又比上一次還要更清楚 新增訂單比較差點 對 對 新增訂單這個比較好的是化學 原物料照理說原物料現在漲 應該是上漲 但是現在廠商就怕了 因為為什麼 原物料漲過去都是追漲不追跌 你漲就趕快追 可是現在沒有很大的訂單 所以我現在就說每次追就被套牢 就跟你買股票一樣 每次漲我就去買就套牢 所以現在就說 常常學官就說我小量的拿貨 所以原物料價格在上漲 原物料的整個產業 並沒有特別好 就是說我過去可能訂單沒有那麼多 那我就小量的拉貨 所以原物料雖然上漲 但是我不會大量的拉貨 除了景氣真的好賺 我才會大量的拉貨 那領先指標就是新增訂單的數量 看起來就是還是 你看在未來六個月 這都是轉好的 進口原物料這都轉好 這都是領先指標 所以代表短期 短期就是我們講說PMI 其實是差不多啦 平盤 但中期當然有些不明 就是新增的訂單 但廠期未來六個月啦 展望進口原物料 還有這個新增出口訂單 都在改善 所以看這個人力雇佣數量 然後供應商交貨時間 代表說我們其實在勞動力的市場 是緊繃的嗎 勞動力 就是缺工還是很嚴重 缺工還是嚴重 對 所以看起來其實都是在缺工的部分 所以存貨也是減少 存貨也是減少 對存貨稍微減少 然後客戶存貨 客戶存貨就是客戶也不敢存太多貨啦 你看原物料價格漲很多了有沒有 但是原物料產業並沒有漲 並沒有很多 就是說我股票漲 但是我一追就被套牢 所以我就小量佈局就好了 這大概道理是一樣 以前就是說如果股票漲 然後你追的話 你一直漲上去 你就很高興拼命搶 這樣追漲不追跌 跌的時候你就趕快買得少 但現在就是因為每次都追漲就被套牢 所以我現在也不會追太多 老師那說到這個中期不明朗 是有什麼樣的因素讓它不明朗 中期不明朗最主要是 第一個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中斷需求不強 好 那美國景氣很好 但美國製造業有在改善 差不多50以上 但是服務業呢 食衣住行娛樂即時行的部分很好 但是服務業真正耐久才的部分不好 像手機筆電這個Panel面板 這些東西不是那麼好 因為這耐久才投資大 錢比較多 那利率那麼高 我萬一沒有辦法還去借貸 用信用還去借貸 那個都是很大的錢 但是這些東西就會影響到 亞洲國家出口 亞洲國家出口主義就是 筆電面板跟這些東西 因為看起來美國短期間的利率 不可能這樣 所以它那個耐久才的部分 它如果要買就必須去融資 去借錢 對 借錢 信用卡是官方利率是5.25 民間利率至少是7 你到銀行借款絕對是7 如果你沒有繳信用卡權利20 所以你覺得我會買大眾物資嗎 不容易 他可能想說我延幾年再買也沒關係 但利率下來再說這樣 對 借貸了 number today was a little bit surprising at how strong the number and the actual headline print was but when you look under the hood what we're seeing is while consumers are definitely spending money in restaurants and bars and supplementing with grocery sales they are definitely stepping back from furniture purchases appliance purchases and some of those bigger ticket items which certainly many people finance so with the advent of rates looking like they are higher for longer maybe this will slow some of those inflationary numbers in the data 那这是采购经理那我们大家其实比较比较关注的就是因为这个其实都会影响到股票 大概就是电子济光学产业的部分所以看起来是 PMR的部分转好非常的多对这是为什么这叫不平衡的复数 现在好的是在好在光学器材像这个所以AI相关的面板面板因为跌升反弹 笔电是因为有点换机潮DRAM是以跌升反弹所以这些呢出口都大量增加 而且去年积极很低所以出口增加很多增加四五十不剩 但是呢电子零组件我们中间最近做这个订单的一些调查就采购定单 这是真的数字其实是光学器材其实外销订单借单增加是六点多percent 但是电子零组件是下跌4percent那还有机械跟这个金属制品都是下跌 差不多15个百分点所以代表这一行业还没有真正复数 那电子也是一半复数一半还没有复数这些我刚讲的这些比较AI相关的 从这个金源代工从这个商业IC设计server到最后散热模组这些封装测试是好的 那笔电也可以带动相关性逐渐的发展 但是其他的这个成熟制成的相关的一些封测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就是说看起来是很好但是是不平衡的成长 因为不管是新增订单新增出口订单表现都非常都很好 对啊但是这是一个平均数据嘛 有一个很好就把整个拉起来因为大家平平有一个人特别好就把它拉起来了 那如果在整体的电子产业当中我们之前一直讲到这个去库存 之前一直说一直往后沿所以现在去化库存差不多了吗 现在去化库存就看产业的部分但基本上是去的差不多了 但是电子零组件光学器材就是去的差不多 电子零组件去的比较慢 一本台积电的成熟制人都还有一些库存 所以就说去库存跟产业的一些结构不一样 但是也跟这个出口结构一样就是光学比较去库存比较快 出口就快 那电子零组件这些比较成熟制成这些相关的一些比较没有接轨的 这些东西可能都还是不好 所以它库存去的慢 它在出口的机会也比较少 那在精英成长率除了这个制造业的话 再来就是这个非制造业 就是相关服务业的部分我们的表现是不是有开始走弱吗 还是说持久是很强的 服务业是还可以 就是我们连续17个月的扩张 代表是3月还是53.5号 服务业是没有季节调整的 服务业就是因为它很难去季节调整 它不明这个产业之间怎么样去 它的天数什么东西比较难调整 所以这是没有做调整的 所以我们是让增加 但是53.5其实也不是很强劲 感觉上不是很强劲 服务业的价格就是采购价格都还一直在高点 代表就是服务业有所谓的我们叫黏着性很高 服务业价格上去就下不来了 食物的价格 服务的价格 因为我看这个住宿餐饮这么的低 最主要是因为2月没一点 就旺季之后的淡季 对 应该是这样 也是因为基企的关系 地上领域比较高 那零售也是一样 零售也是大家就是很热络 但是像百货这些东西 大家现在上班就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比较特别的是营造不动产 你看蠢蠢欲动 因为为什么就是房地产跌不下来 那申办码也没有用 没有申办码很少 台湾因为利率还很低 全世界都在345的时候 我们才2%而已 我们才2%根本就是很低 就是说我们虽然升息 但是我们的基期太低了 所以房地产就是短期 我一直在讲说 房地产为什么短期还会涨 很难去避免 第一个是利息太低 第二个是超额储蓄太高 第三个我们土地持有成本太低 我们的地下税房屋税加起来 相对你的房屋购买的金额 不到0.1% 我放10年也才增加1%而已 不像美国一年就是1% 10年下来就10% 你看房地产就直接成本的垫高10%了 所以台湾房地产其实是很难避免 但房地产断期看利率 利率很低的话 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升息 搞不好有可能 如果有一家电价 因为我们的电价还没涨完 因为据说台地要民估区 就已经要再涨40 50% 那当然政府不会让它一下涨那么多 但利率如果高 就对房地产是一个打击 然后短期 中期是看两岸 两岸之间如果紧张 当然对这个东西就不好 长期是看少子化 因为早期少子化不会影响 大家庭变小家庭 下家庭变个人家庭 所以一直有这种需求 但是现在房子住在新市 从过去四人的 三人 两人 一人套房的 所以它这个房地产需求 就是说少子化不会马上影响 但是中长期一定会影响 因为像日本你看 就会集中到都市 那像台湾就会集中在六度 或六度旁边的一些黄金地段 就可能会影响 所以好像在非制造业的部分 这几个产业 那金融就很好 现在股市涨那么多 但股市涨那么多 其实台湾台积电 为什么股市涨 有的人不涨 因为台湾台积电涨一块钱 就股市涨八点 台积电涨两百块 就涨了一千六百点 台湾这波股市涨了三千点 台积电贡献了一半 所以为什么台数四宝没有涨 就是有些涨了很多 有些比较少 所以你没有搭上AI的 有搭上AI你就是 A钱爱四钱 如果没搭上AI你就是AI 台湾就AI 所以这个非制造业的部分 可能要小心的就是零售 零售这个部分比较不好 零售跟这个餐饮一样 就是你放假的时候 才有时间去逛百货 量饭店过年的时候 你会对量饭店的采购比较多 这之后就会 机器太高就会跌下来 运输仓储是比较好 是为什么 因为它们跟制造有关系 运输仓储有上分之一 跟制造有关系 批发有上分之一是批发 电子零组件 所以电子也好 这两个会跟着起来 所以我们今年看起来 非制造业的事都还还不错 都还可以 但是有点疲弱 感觉上就说 如果这零售是因为年节的话 这个住宿餐饮也是年节的话 因为住宿餐饮 他们说为什么那么贵 我们的旅馆为什么民宿那么贵 因为它没有观光客 没有观光客只有礼拜六礼拜天 礼拜到礼拜五没有客人 我当然要平均顶价 所以如果有些国外观光客进来 就会让你的成本稍微降低一点 但是当然台湾还有一个就是 观光客人数太少 没有规模经济 这也是一个问题 可是最近还蛮多 那个东南亚 然后香港 韩国 其实观光客都还蛮多的 对啦 日本 日本人最近比较穷 对 因为汇率也太多 日本的汇率也变太多 对对对 韩国有 但是有一些啦 但是如果大陆观光客来 会更好 因为什么你知道 大陆观光客是什么 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一条龙嘛 对吧 但是大陆观光客来 至少这些投资会跟着上来 就是说你看到一个商机 游览车会投资 民宿也会投资这些东西 就会带动一些新的景气了 对 那觉得有机会吗 习近平说 习近平说鼓励大陆观光客 在马锡会的时候 不是鼓励大陆观客 都到台湾来玩 如果政府我觉得这个 政府不要太多意识形态 为什么 这个是因为你要苦民所苦 其实台湾现在经济 虽然看起来很好 但是有一半的人 获得并不是那么幸福 因为可能高科技很好 但是传产服务也并没有特别好 这是一个问题 那在制造业的部分有什么是要比较小心的吗 制造业就要小心就是 现在AI很好会不会AI泡沫 当然事实上 AI是一般人说AI是不会泡沫化 但是AI一定会有几波的correction 第一个AI上去 那overvalue会跌下来 但是将来会有更多人再进来 又会再涨一波再跌下来 第三波是什么 就是叫产业AI化 AI进入到各个 Penetrate到各个领域去了 零售保险医疗 智慧制造 这个东西都会 那时候会带来商业模式的创新 那那时候就是会AI再涨一波 内部是最大一波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likely to dramatically accelerate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is brings huge potential benefits but also risks a recent IMF study shows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affect up to 40% of jobs across the world and 60% in advanced economies it could enhance workers productivity but also threatens some jobs investing i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skills as well as in strong social safety nets will determine the pace of AI adoption and its impact on productivity 但是现在短期内就说涨多了 当然一定会回荡 第二个是看美国经济市指明会 美国现在2024看起来很好 因为要大选 但2025年会不会 第一个利率升息的低延反应 第二个是因为政治循环不见了 会不会就 不过川普可能也会继续在 低利率刺激还是什么 但是会不会造成恶毒痛膨 也是值得观察的 那这样中金链在4月19号的时候 是每一季发布台湾经济预测 那这一次的经济预测 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经济成长率的部分 算是说3.10 所以这一次是不是有一些调整 然后还有包括在民间消费 然后还有国外净需求 还有投资 这些有什么样的数据 因为这个就是3.10 因为我们这次 这次4月预测 我们那次上次12月底 这次4月预测的时候 我们会调升 这个主计总算估计是3.43 我们是估计到3.38 那为什么会增加 最主要是出口又改善 第二个是政府消费增加 这一次最主要的其实 政府消费增加很多 从1.8增加到2.8 会不会跟这个加薪有关系 我不知道是更加薪 出口也增加 因为世界经济在扶苏 所以出口从4点多 涨到5点多的成长率 所以就会带动 但消费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大概2.08 2.09 那民间投资反而是有点衰退 但不过民间投资的比率 不像出口比率那么高 所以整个基本上来说 就是外需变好 内需没太大变化 内需里面当然是投资稍微降一点 因为如果经济没那么好 投资就会比较差一点 当然 老师刚刚讲到的那个加薪 是政府部门的加薪吧 对啦 政府部门加薪 我想说观众朋友应该没有人 没有加薪 几乎没有加薪 政府部门加薪 我们也加薪 政府相关的部门 像财产法人 这些公营界绝对都会加薪 他希望带动效果 但是多少还是有一些大企业 还是有带动加薪 那政府部门带动加薪 就会带动一些 我们中间虽然经济没有那么宽裕 但是我们也要配合这五 所以我们加了差不多3% 那所以在这个内需的部分 大概不会有什么改变 然后可能就是出口的部分增加 所以造成我们在 经济增长率的部分也上跳 那在通膨呢 我们是不是也上跳了 因为我们最近这中间估计 未来四季都是2.2左右 就四季都是2%以上的通膨率了 那明年会好一点 所以我们今年估计是2.30的通膨率 全年 那明年会降到差不多1.95% 那为什么通膨下不来 其实第一个就是服务业年重度很高嘛 外食费用 食物的费用 还有这个通讯娱乐服务 还有租金也会在跟着所有一些调整 所以服务业通常就是一升难降 就上去了就 没有听过卤肉饭涨上去再叠价的吗 居然没有听过嘛 哪些服务价格像美国 美国的这个一个汉堡 一个套餐汉堡 好像400多块到500块 而且它现在小费 就是餐厅的小费 以前是10到15% 可是呢 一般老百姓就说 你在COME 19很辛苦 我给你20% 给你超额 结果 现在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了 就以后就回不去了 都是20% 而且还有选项 就是说如果你很好的话 比如说用电脑操作 他说你愿不给30% 你不小心按住你就给38%的小费 所以服务业通常这种就是 连着性很高 只会升不回降 都是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最近的这个油价 电价上涨 那央行为什么会升息 就是预防性的这个升息 就是说我现在先把你上来 那你这个物价不会上来 但是其实民间的业者已经蓄势待发 准备涨价 会不会有预期心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为我看上一次这个通膨的预测是1.88% 所以现在已经调升到全年是2.30% 2.30%差不多 今年 可是电价的影响只有这样子吗 会不会到时候更高呢 电价的影响 我们电价的影响 其实电价对消费者物价指数大概是0.24% 但是因为它那是4月才开始涨 只有涨四分之三而已 是主计总数 那央行估计的是 就全年这个直接跟间接的一些带动的效果 大概会有0.36%的 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加 所以如果说1.8% 那加0.3%就是到2点多了 总统老师除了这之外 最近那个瓜号费调涨这个部分 对对对 但是我瓜号费调涨我就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调多少 现在瓜号费调涨 因为对总消费金额来说还是小的比率 当然最近瓜号费调涨 还有电价调涨 那前阵子基本工资调涨 这个怎么常常来说 所以台湾必须要一个体认 就是说我们过去10年的CPI平均约是1% 未来10年可能都是1.5到2%的这个成长率 因为台湾为什么物价便宜 第一个就是政府补贴能源价格 第二个是我们的医疗费用相对是便宜的 第三个我们是自由进出口 现在能源价格补贴如果取消的话就会跟着上来 而且最近国际油价其实涨蛮多的 对国际油价现在就是伊朗跟以色列会扩大 那经济学的最估计就是说以哈战争对全球GDP影响0.1% 但是波斯湾战争对球的经济影响是负一个百分点 就超到一个百分点 那以色列跟伊朗如果开战也会差不多 至少是1%的局率下降 但是现在看起来伊朗跟以色列应该不会打起来 机会不大 因为伊朗会用无人机 用这个还事先警告你代表 就是不准啊 为什么美国跟以色列都不敢去惹伊朗 伊朗有60万大军 还有20万的这个国民军 所以伊朗是一个大国军事大国 一打起来可能两边都不讨好 可是我看以色列还是继续攻击这个加萨州 对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的策略 他就是不要针对伊朗 可是这个部分他不会放 对我就是说 伊朗就是可能对老百姓交代 就说你是回教的大国 我是leader 然后我都没有做很反应 他也对国民也很难交代 当然这政权也会出问题嘛 那以色列在美国安抚一下说 哦 你打我 但是我有什么铁穷的这个防空系统 所以我影响不大 所以我也不想挑起战火 我只是想说报复打我的人 那以色列为什么会这样报复 就是其实我们当然觉得 人道上是说不过去 可是以色列就说你给我逮到机会 我本来就要铲除你 你刚好给我这机会 我就把你一局铲除 那你20年都没有办法再威胁我以色列 因为他连这个哈马斯的所有的 游击通道全部打垮 目的就是斩草除根 那当然这个影响就是 我们从人道主义来说 觉得是以色列是不应该的 可是就以色列来说说 我今天好不容易逮到这机会 我当然要我的邻居 我怎么可以放弄这个 不安定的印象在这里 我就一举给亚塞见面 所以这个从人道主义来说 以色列是不应该 从国家的逆国的东西是这样子 但是对拜登就很伤 你正在杀人物和孩子 不疯 不疯 你已经被我们负责 你不欢迎来到这里 不不 你做正事 拜登的说法 拜登的说法 自由的巴勒斯坦 自由的巴勒斯坦 现在开火 现在开火 因為拜登就是對以色列友好 支持了這些中高年齡的 但是對中低年齡的 甚至這些移民的 這些有中東國家的 一些回教國家的移民的 他很多第二代都是 然後甚至東奈亞國家 開始也反美 東奈亞國家裡面 有幾個回教國家 印尼 馬來西亞 溫來 所以最近做了調查 認為覺得美國友好的 以前都是50幾% 中國大陸比較差 現在是剛好電倒過來 所以民調已經很不好了 這件事情下去就跟著看 不過現在拜登就很難取捨 我如果對以色列親善 會支持這些中高年齡鞏固 但是我會丟掉這些年輕的選民 但是反過來 我這些選民會不會得罪這個 所以就跟以前國民黨 跟民進黨一樣 國民黨就說 哎呀這些一定是支持我 農民一定是支持我 反正我做什麼政策 對他不利 他都不會跑 搞不好拜登應該是這樣做 我對以色列稍微兇一點 支持年輕的選票 但是這些老的時候 反而也跑不掉 他說不定你想說 我這樣子那樣做 年輕人也不會支持我 然後我那樣做之後 然後臉中高年又沒了 對 有的人就說 這個中高年是鐵板一塊 我怎麼做他都不會跑 那我就要爭取一些 而且其實我覺得拜登應該可以 就是說我繼續就以色列 但是我跟以色列套好招 跟以色列套好招 就是說我對你凶 就是說我等於是口會死不治 這樣子就是說 我一方面我不會得罪這些人 就是說我只是口頭上警告 然後或是有一些什麼制裁的行為 但是我私底下又給以色列一些 替代的工具或什麼之類的 這就兩手策略了 老師可是現在美國跟以色列 都要大選了 所以他們其實 現在今年真的受到大選 那以色列的大選就是 以色列這個總理就是 以前有貪腐的紀錄 但是他如果這種國家危難的時候 就要鞏固領導中心 所以對以色列來說 這種東西反而是讓他可以勝選 但是當然以色列國內 對他的這個也有很多的維持 所以對這個對拜登不好 對以色列人民的觀感是不好 因為他好幾次就是因為 都在marge 邊緣當選 但是他就是鞏固領導中心 製造一些危機 就會支持大家鞏固領導中心 所以老師總體來說的話 台灣的經濟 今年有什麼變數要小心的嗎 第一個台灣現在就是靠 半導體撐著嘛 半導體台灣不能沒有半導體 但是台灣不能只有半導體 因為半導體畢竟這是一個 這個高度地緣增值的關係 所以如果將來川普選上 會不會對你課高關稅 會不會產生一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台灣一定要讓產業更多元化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美國會不會降息 美國利息越高的話 台美的差距 利差擴大的話 當然錢會慢慢的 對台灣的動能也是不利 那還要看中國大陸好不好 中國大陸好對全世界是有好處 不過中國大陸不好的時候 也會產生一些它出口競爭 所以對這個亞洲國家 台灣也都會產生一些出口的 低價的傾銷的競爭 都會在所難免 這是一個 美國經濟看這個 這最近政治循環大選嘛 很好嘛 2024年應該不會太差 2025年川普上來可能短期 也不會太差 因為他不好他會降息減稅 但是會不會把事件拖後 比如說你降息會造成通膨 然後你的貿易壁壘 會不會造成全球經濟不好 這都是可能2025年 下半年以後會陸續發酵 這都是比的 還有地緣政治 最近這個以色列跟伊朗 會不會擴大 伊哈戰爭如果鎖定在這個東西 就還好 如果擴大的話 那就會影響很大 因為最近那個地緣政治 有做一些估計 就是經濟學人說 如果是伊哈是-0.1% 如果波蘇灣是1%的負 如果是大陸封鎖臺灣是-4%的GDP 如果是這個COVID-19 跟這個全球金融海嘯 那時候2008年是-6個百分點 如果兩岸之間不幸 產生一些衝突的時候 是-4%的GDP 因為臺灣的是這個 晶片的供應核心 晶片沒有的話 很多東西就沒辦法運作 會影響到各行 因為現在各行各業 都需要很多的AI晶片 很多那一次我們在開會的時候在辯論 有人說AI只是在輕薄短小手機 這些比較高級的東西才會需要 航太這些東西才需要 但事實上不是 現在AI已經影響到各個領域 像汽車雖然很笨重對不對 但汽車裡面的這個自動駕駛 汽車的這個溫度調節 它的娛樂設備都需要高度的AI晶片 都需要弄先進製程 你看這個Data Center 所有的東西資料的管控 都需要用最監禁的AI晶片 那它做了三年以後再淘汰 做到其他的二手車 server什麼東西 所以幾乎各領域 如果要先進的東西 那飛彈 飛彈為什麼可以那麼精準 就是它不斷的調整參數 那調整參數就要快速的運算 快速運算一定要先進支撐 所以AI這種晶片 高階晶片會越來越搭替 整個社會的發展 所以你看看 為什麼台積電 那麼一直股價下不來 因為以前傳統 其實只要十顆晶片 現在可能幾百顆晶片 而且很多高階的越來越需要 自動加持 車數據 自動倒車 這都要很精密的一些 隨車 跟車的什麼東西的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出品的 車能 沒有 誠意 操 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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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